欢迎大家收看今集的恐怖视线 不说话 其实今天星星有鬼谈主持华鱼 就来了做Edmond的嘉宾 所以变成星星有鬼谈 为什么会看到华鱼呢 因为前段时间头发歌手阿福就来到香港宣传 你跟他聊天之外都谈了一些灵异事件 原来他从小开始已经接触到一些奇怪的事物 包括看到一些不明飞行物体 是吗?就是UFO的东西 应该是吧 是吗? 我们一起听听 鬼王潘小聪今集派出我鬼妹华鱼访问阿福 阿福 听说你有一些鬼故事讲给我们听 没错 但是我知道除了鬼故事以外 还有一些就是关于 奇怪的事情 UFO 是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 但是是奇怪的事情 奇怪的事情 发生在你 我小学 三四年级 在我的家乡新竹 不久以前 再是四月而已 对 不久以前 然后因为我家那边很偏僻 是乡辖 所以一望无际都是星空 不是在台北是吧? 不是在台北 是很偏僻的地方 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的妈妈在看 看星星 在散步看星星 然后我看着就看到有一点绿光 就是一颗球的感觉 在天空上面慢慢的在飞 然后我刚开始以为它是飞机 结果它飞进一个云层里面之后 我就继续盯着它看 因为我想说 哇好特别的飞机 整球都是绿色的 然后它经过那个云层之后 又慢慢飞出来之后 就 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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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很奇怪 就是因为如果是飞机的话 速度太快了 还有就是这个 对闪电就 就不见 其实就是我的配音 所以当时是有什么反应 我当时就 嘿嘿嘿 我就叫我妈说 我看到奇怪的东西 我说我看到飞碟 小时候就是定义它是飞碟 然后我妈觉得 我在说同言同语 她就不太搭理我 但是这件事情就一直放在我心里 你有没有跟其他关于好像就是 有研究这一种方面的 我身边好像没有在研究 专家跟他们说 这种专家 但是我 聊到这一部分 我通常会跟大家分享的 嗯 因为我我听说就是飞碟就是 他们走的时候是吸的 是不是 可能吧 所以是吧 因为它真的是闪电的感觉 就是直接很快 那之后有没有再看过 没有 就再也没有了 那声音有没有声音 当时没有声音 没有 但是平常如果你看到飞机的话 都会可能会听到一些 那个engine 对对对 哦的声音 但是这个是 完全没有声音 它应该是在很远吧我想 嗯 嗯 谢谢啊 不客气 送给大家 嗯 UFO的东西呢 其实世界各地 都会有人说目击倒 但是我又觉得 好像台湾 这些乡地方听到的小一点 是吗 其实那些无声音 我所知 其实一般人所认为 如果觉得UFO有几个特质 其实真的会是无声音 你不會聽到那些飛機真的沒有 基本上很靜音 還有他們的速度 你突然看到在上空突然就沒有了 因為就是這樣 阿福剛才你聽到 就是他這樣就沒有了 對 還有就是類似Z字形 通常是這樣 他們就說是 而且最近美國那邊都證實了 他們有研究 就是說其實阿福 小時候就已經看過 就見到UFO 其實我們曾經在一些論壇 或者很多人的訪問 聊過之中 其實香港你知不知道 哪裏最多UFO出現的地區 不知道 是不是香港仔 沒錯 就是華富村 是啊 我們有認識一個圈中的朋友 common friend 是common friend 他都有見過 他說華富村是一隻很大型的一隻 為何你這麼沒事 你不相信他 不是 他因為很激動 每次他應該是被外星人接走 可能是 有些人很喜歡跟他們的交往 或者覺得我真的很希望可以上下UFO 有些是這樣的 他們幻想到可能會是這樣的 不過世界之大無奇不有 UFO真的會出現 來接走別人的說話 我想這比較誇張 我想舉手 其實 是嗎 我想舉手就接走我 真的嗎 你知不知道上對會怎樣 不知道 想去看看 不是的 他有機會要你逼 跟他一起生個UFO小朋友 那算了 是的 我不可以 真的 因為你已經 我已經結婚了 是的 名乖有主 festa 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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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